楼主刚生完孩子,在我一直的理解里,坐月子生孩子的钱,应该是婆家或者宝宝爸爸出的,但是楼主婆婆说,他们那坐月子生孩子的钱,都是娘家出的,前提是并非入坠,生的孩子更宝宝性。 楼主婆家是泰州林海,我不太相信,所以来问下万能的头条,是否真是这样?其他地区的同学也可以留言回复下,你们那是谁家出钱?并请说梦坐标。 谢谢,网友这招,生宝宝做月子的钱,无论是婆家出还是娘家出,都是爸爸妈妈们的客气,是勤奋,觉得生孩子的钱都没有准备充足的小家庭,难道不应该缓缓再生孩子吗?还有什么宝宝爸爸出钱是怎么回事?难道宝宝爸爸的钱,不是楼主你的钱吗?连这个钱还要分得清清楚楚的男人,楼主怎么敢嫁给他? 网友这招,讲道理的话,没有强制规定,双方老人要出钱吗?哪方老人出钱,要自愿的?一般情况,双方都会出的,还有亲朋好友会送点东西过来,小夫妻自己也有钱,风俗有女方出,也有男方出,哪有一定的? 既然你认为婆婆占娘家便宜,而你又想强行摊牌给婆婆用风俗施压,不如不讲风俗,讲道理好了,或者爱通用法则,父母负责孩子的一切。 即使风俗是婆婆出,没有强制约束力的,这种东西可守可不守。 网友这招,自己小家出,也就是老公出,你生孩子不是给婆婆生孩子,是你自己想要。 凭什么让婆婆出,肚子是自己的,就算婆婆逼你生,决定权也在你自己。 既然自己决定生,为啥费用,让别人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